兩千年阿扁沒有出權 學習長後來退了 因為林行榮把四季太陽改掉了 阿扁贏啊 2004年同額又贏啊 2008年蘇文昌跟 向庭跟蘇文昌兩個人打到 這個轉移事實 無法這個掩蓋涉案的事實 轉移焦點無法掩蓋涉案事 登了報紙 後來就跳破阿扁 跑去美國 還叫卓榮胎去把蘇文昌勸回來 結果呢輸 2012年蔡英文跟蘇文昌輸 然後2016年贏 對所以蔡總統講的沒有錯兩點 第一個他從來沒有確戰 可是這一次他第一次確戰了 過去我沒有確戰記錄 可是這一次蔡總統你確戰了 第二個過去民進黨所有 有過初選之後的總統大選都輸 蔡總統講的是事實 好那我就請教所有的觀眾朋友 還有蔡總統 那你身為1124之前的黨主席 你身為現在中華民國的總統 而且你是民進黨的 從政同志當中的最高的 這個在公職的在位者 那你怎麼沒有趕快的 告訴卓榮胎主席不可以初選 因為有初選一定會輸 所以在今年的3月18號之前 民進黨是想輸嗎 你辦得初選啊 你是想輸嗎 然後呢 今天賴清德登記下去了 因為我本來不知道他要登記 那這也合理 那賴清德已經登記了 3月18號 那你為什麼過了四天 你也跑去登記 還說記者問他說 總統這個趁你病要你命 這個賴清德 你要去南泰趁這個機會 你是不是會覺得不公平 賴清德說他要暫停選舉8天有沒有 觀眾朋友我這樣講 大家想起來嗎 蔡總統怎麼講的 沒有需要 不需要 他信心滿滿 那個時候他認為不需要延後出選 也不需要賴清德停止出選的所有活動 他信心滿滿的也參加了這個比賽 結果現在比賽比到一半以後 你怎麼打棒球 我明明是會投籃球 不要啦 呼呼的 這個比賽不要了 要沒收比賽了 所以蔡總統講的東西 我說合情 但是不合法理 你今天如果認為一個執政黨的責任是在於 我不能夠亂 我不能夠換 那你應該在賴清德登記的那一刻 你就大為驚訝 然後出來告訴大家 我不能登記跟他一起出選 因為會有這種漢格 所以我勸清德 我也勸黨中央 我們大家來談一談 不要辦出選 如果當時他當下這麼說 我覺得合理 因為那個蔡英文總統 顯然她想得很清楚 可是不對 三月二十一的蔡英文 跟四月九號的蔡英文是兩個人